關心到基隆一名有毒品前科的曾姓男子呢 二十七號中午在路上遇到了警方盤查 他不僅謊報身份遭到警方釋破之後 還推開遠景跳到後方民宅逃跑 警方馬上聯絡消防隊尋求協助 而附近民眾也熱心幫忙 嫌犯一踏出民宅 馬上遭到壓制 移送法辦 怎麼見呢 張牌 張牌 尤其路上看見男子行機可疑 上前盤查 誰知道男子不僅謊報身份 甚至直接推開遠景向周圍民宅逃跑 遠景也馬上起深追去 嫌犯衝進民宅 警方馬上請求消防支援 消防人員架設梯子 讓遠景爬上去 因為嫌犯闖入不相干人的民宅 附近熱心民眾現狀 也趕忙上前協助 嫌犯一踏出民宅 馬上遭到警民合力壓制 其他警力也趕忙到場戒備 所以我就開了 然後突然人就衝進來了 因為我不曉得不知道他怎麼進去 因為我躲在房間 我不敢出門 聲音還偉大戰鬥 女子之情心有餘悸 因為剛剛嫌犯才闖入她家 事件就發生在27號中午 遠景之情巡邏經過 基隆市安樂驅使 照檢判殺證明正姓男子 沒想到男子不只謊報身份 被發現還推開遠景 拔腿狂奔 該犯嫌認為自己通緝 謊報身份 隨後被遠景識破 發生拉扯 跳入後方民宅 全案依設置法及妨礙公務送辦 這期男子有毒品前隔 這次看到警察馬上逃報 以為可以逃過追擊 最後還是難逃過警方的罰王 記者 郭敏祐 黃玉杰 基隆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